根据2019年肯亚人口和住房普查 邦哥马县的人口为1670570人 邦哥马县的9个选区是 1.布姆拉 2.卡布柴 3.碳堆 4.化学 5.埃尔贡山 6.西里西亚 7.东加伦 8.维比东 9.维伯维斯特 肯亚邦哥马县有9个选区 邦哥马县的主要产业是农业 特别是甘蔗和玉米 以及由于该地区降雨量和河流丰富而进行的小规模灌溉 此外 邦哥马县的经济也以旅游业为中心 因为该县是埃尔贡山国家公园的所在地 该公园是徒步旅行和观赏野生动物的热门目的地 邦哥马县的其他行业包括制造业 采矿业和建筑业 以及为该县居民和旅游业提供服务的小型零售和服务企业 据肯亚气象部门称 邦哥马县的年平均降雨量约为1500毫米59.1英寸 这使其成为肯亚最潮湿的县之一 大部分降雨发生在3月至5月的漫长雨季 以及10月至12月的较短雨季 邦哥马县用于小型灌溉的主要河流有 1. 恩佐亚河 恩佐亚河是肯亚最大的河流之一 流经邦哥马县 乌星级书县和特恩佐亚县 它是塔纳河的一条支流 用于邦哥马县的小规模灌溉